香港特首的選舉已經落幕了 但是各種的議論並沒有平息 反映了港人對這種小圈子選舉的不滿 媒體披露的各種信息更是反映了 即使小圈子裡的人也對這種選舉制度不滿 那麼接下來就請本臺評論員劉平為我們做個介紹 好的 綜合香港媒體報導 這個小圈子裡就在確定 這個林鄭月娥當選的剎那開始有叫媽了 這個民主派就是高叫 這是西環傀儡 這個是西環治港不是港人治港 因為你知道西環就是香港的中央政府 在駐香港的聯絡辦公室所在的地方 這些民主派就認為說以後特首 還是繼續依循中央 依循中聯辦的指示辦事 而不是充分反映選民的意願 那麼在這個叫媽中間就出現了 這個著名的港媽 這個字是一個動詞 就代表了很充分的這種不愉快 但這個字太髒了 我們不在媒體中間這個重述 然後呢 這個有爭議的選票 都要把它公開來給大家看看的 就在這個現場的大螢幕上 結果發現呢 這個有這個選舉委員 在他自己那張選票上寫了一個大大的字 這個字也是很髒的 這個也是不宜公開講的 這也反映了小圈子裡邊 也是很多人對這個選舉制度是高度的不滿的 嗯 那麼小圈子裡是這樣 那麼大圈子外面外景是什麼樣呢 據當時的報導說呀 那一天大部分的港人 是照樣引查看報 根本不關心選舉 因為結果是可以預料到的 沒有懸念 確實是如此 不過呢 還是有一些這個大圈子裡邊有小範圍的事情 有一個叫清官會 就是這個香港青年關愛協會 他們一向被視為是親北京的一個紅色啦啦隊 哎 他們有一群人呢 在這個會場附近 那有媒體就問他說 你們是支持哪一位候選人呢 不記得了 顯然他根本沒有關係 對 或者他根本不是當地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記者在問他們另外一個問題 你們是哪一個區來的 我們是香港來的 所以充分反應的 他可能根本不是當地的人 那這個問到最後呢 還有一個人就急了 問他旁邊那個隊友就說 死了 這個我該怎麼回答 那這就充分表示了這個 他們的這種囧態 那這個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其實在場內也有 為什麼呢 這個曾俊華 有人就問他說 你對自己當選有沒有信心呢 這我要怎麼回答呢 因為依據民調 他的當選應該是沒有什麼懸念的 可是依照現在選舉制度 那除非有奇蹟出現 後來呢 並沒有出現奇蹟 所以呢 這種這個大圈子裡面 小圈子裡面 都是有很多值得觀察 耐人尋味的地方 那麼新特首的選舉也落幕了 現在大家就等著新特首林鄭月娥即將上任 那麼在這個時候 你覺得還有什麼可以觀察的重點嗎 好的 這個香港媒體有人在報導了 說到7月1號的時候 這些爭取這個要真普選的 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這些人 他們會有些行動 為什麼呢 因為7月1號是特首宣誓就職的日子 7月1號也是香港回歸的20週年紀念日 還有呢 7月1號可能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第一次訪問香港的日子 那麼一來 就會變成了一個國際關注的大事 那麼在這個 是不是那個時候會成為國際關注的大事呢 我們先來看現在的一個幾件小事 因為呢 很多這個網民的回應啊 其實是很有代表性的 有個選民提到很有意思 他說 既然呢 事前都已經知道差不多了 何必這麼大費周章 辦選舉 花時間呢 大家拍拍手鼓掌 過關了 不就可以了嗎 還有一位網友回應說 我小學的時候選班長啊 恐怕都比這個更公開 更透明 更有這個代表性 民主嘛 那麼還有一位就提到了 他說啊 這個 我跟你們講個故事 當然是個笑話 有三個人 一個是香港的學生 一個美國的學生 一個台灣的學生 在談各地的情況 這個美國學生說 我們美國雖然土地很大 但是呢 今天投票 到明天凌晨 選舉結果大致就揭曉了 台灣說 因為台灣比較都市化程度高 地方小 我們白天投票 到了晚上 選舉結果就出來了 香港說 那你們那個時候什麼呢 我們今天投票 昨天 結果大家就已經心知肚明了 好 那麼就讓我們拭目以待著 7月1號 香港心理特首